是排在第一和第二的队伍 分别是山东鲁能排第一 武汉安心百分百排在第二位 那么第一场的比赛是由刘诗文对顾热晨 顾热晨呢是一名1994年出生的小将 他们俩呢在前两次就是第一阶段交手的时候呢 刘诗文赢得也很艰难 3比2的比分战胜顾热晨 那么在半决赛刘诗文呢 还输给了另外一个小将陈幸彤 所以现在呢到了决赛正是年轻选手 冲击名将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来看双方第一局 那从两个队伍的第一单打主力来分析呢 现在朱玉玲的状态肯定要稍稍好 好过这个刘诗文 但到了决赛都不好说 要看整体大家的临场发挥 今天确实是决赛一上来以后 我们观众也很兴奋 我们的球迷也是非常的这个 憋足了劲在这儿在呐喊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这场比赛 一定是火药味非常的浓 在赛前的话呢 我分别呢也跟两个队的这个主教练 也交流了一下 大家呢确实对这场球也充满了信心 也充满了期待 尤其呢对于年轻的队员来讲 他们觉得是绝好的这个锻炼的机会 对 分别呢我今天刚才跟这个 于国鹏和这个饶静文 我们都有一些交流 那么他对他们年轻的队员 打到这个份上 他们还是很欣慰的 但是我呢也做了点功课 可能做的功课还没有邓亚平那么多 但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他们一张嘴说的 就是他们下风 每个人都说自己下风 一到决赛这球我不好打我下风 万一赢了呢给自己也是减压卸包袱 对 2比3 加油 那么从小将顾若晨来看呢 就是他要克服一个决赛的一种紧张的气氛 把这种紧张的气氛转化为 转化为一种在场上拼杀的状态 漂亮 4比2 加油 相对来讲呢 顾若晨肯定是 博的心态也更重一点 因为毕竟他年轻 他博这个刘世文这个大盘明星 他相对来讲心理压力会小一点 但是呢年轻运动员在打到关键球和这种决赛这种场面上来讲呢 其实对他也是巨大的一种挑战和压力 是的 他一看这么紧张 是吧 这个又是这么关键的球 有的时候想博也不一定能够博得到 还是要看他自己对自己的把控的这种能力 你看到国家队的教练啊女队教练全部都来到了现场 丁宁的教练陈斌 奥运冠军严森 以及刘志强 李笋 乔小卫 乔志导 他们都在观看今天的女团的决赛 3比5 那么在第一阶段两个队伍在主客场交手两次的时候呢 分别是山东鲁能两胜武汉安心百分百 当然第二次打的时候呢 因为刘志文有伤没上场 0比3 武汉就输给了山东鲁能 他往3比5 好漂亮 哦 好漂亮 加油 共产华 加油 共产华 加油 这两支队伍呢 实际上他们是 从前天 就打完了半决赛是吧 那么等于他们准备了将近两天时间 所以姚敬文呢 有时候跟我发微信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说 他一直在准备这场球 就时刻在准备这 非常重视 武汉安心百分百 就刘诗文领衔的这个俱乐部呢 去年他们是拼抄的亚军 这是第二年进入拼抄 那么今年呢 他引进了刘诗文 以699万的高价 引进刘诗文 看出来他们对冠军的这种渴望 从第一局我们看到两个运动员 实际上还是在争一个主动权 顾热晨也是如此 主要是用正手 来找机会抢了得分 六比七 加油 加油 姚敬文 加油 姚敬文 这笔心我们看到刘诗文啊 节奏很快 动作很紧凑 而且他今天我们看到这板球 在相持当中连续三板四板 给住对方的中间位 那么也就是说到了决赛之后 对于运动员来讲 他战术的贯彻 是一定非常坚决的 他一点都不变 就是盯住中间 然后自己呢 转为进攻 8比7 8比7 加油 姚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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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這個球其實激發球有質量接的一般 但這個球不該往正手拉 對吧 而且拉了一個球相對於比較慢的一個球 所以正手的球不要輕而易舉地送 要送一定要有質量 哇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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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 這個顧爾晨 這個球已經相當的不錯了 但是沒拉上勁 對 他這個側身是沒拉上勁 側身這一板還是沒有拉上勁 對 但他總體來講 他已經被這個劉順維打動了 他已經掉位了 他沒辦法了 掉動開了 對 加油 張志雲 這是山東裏農俱樂部 原來呢 這個俱樂部呢 有李小霞 陳夢 李小霞呢 現在沒有參加拼超 那山東裏農俱樂部 男的有張濟柯 今天張濟柯呢 也陰商沒有打拼超 11比8 這樣 劉詩文 贏下了第一局 第二評 我覺得第一局 顧爾晨還是有這種搏殺的盡頭 對 但是在具體的這種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的強度 力度不夠 我也是這樣認為 就是一開始上來呢 還可以 然後呢 劉詩文有幾個無謂失誤 但是打到 你看打到8比8這個球 是吧 明顯的顯得自己啊 開始保了 然後呢 這個出手呢 就是在那瞄 是吧 就是加保險加了很多 對於年輕的小將來講的話 你這個時候就是放手一搏 因為你不管是從你對球的理解 和大賽的經驗 對吧 你比不過劉詩文 那麼劉詩文一定會在你之上 那這個時候 你應該用什麼呢 用更加積極的這種心態 然後去搏對方 特別的技戰術打法上來講 要打得更稍微的凶狠一點 讓這個劉詩文啊 在接球的時候啊 有所顧忌 這對年輕人來講的話呢 就是打這樣的一種猛勁 因為你不靠猛打猛充 你要靠打陣地戰 你跟這些個大盤的明星打 是很難打得動他的 就是要用一些什麼的超常規打法 就是我們一般我們的專業人來講的 就是不講道理的打法 就是超常規 就是該發力不發力的時候要發力 這種球要多打一點 這樣的話讓大盤的明星呢 手呢哆嗦 不知道這個球啊 我穩一點好 還是更凶一點的好 這個時候讓他產生猶豫了以後 自己得分 我覺得只有這樣的一種戰術 你可能才能駁得到這場球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第二局 劉詩文呢 世界排名第二位 四次奪得世界杯單打的冠軍 今年的里育奧運會 她是女子團體冠軍的成員 在這次平常聯賽第一階段比賽當中 她的單打呢是25勝7副排在第二位 僅次於朱宇玲 1比2 周若晨呢 她唯一的一次國際比賽是在2015年 德國公開賽上 她獲得單打的第三名 本次賽季她上場不多 1勝4負 排名第42 3比1 加油 那麼我想呢 根據這兩支隊伍 誰去打劉詩文 誰去搏朱宇玲 這個要看她 除了兩個主力以外 剩下的運動員 誰打這個劉詩文 更有威脅 更有衝擊力 4比1 可能從技術風格上 我想 能把顧若晨排到這個第一場 單打的位置去衝擊劉詩文 還是有她的一些道理和原因 就是她的技術風格 技術打法 是具備一定威脅的 2比4 你看她每次吧 開局都不錯 打著打著呢 就有點沒有堅持自己的打法 所以呢 看看這一局 小將能不能及時的完善和改進 在第一局的這個處理球 尤其在關鍵球的處理球上面 能不能會更好一些 2比5 加油 劉詩文 加油 加油 劉詩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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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5 2比5 加油 加油 劉詩文 加油 加油 劉晋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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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球打得还是不错 非常好 强点侧身竞争 但是出手呢 保了 没有发出力来 侧身那半球拉球的质量 就在下降 还是啊 我感觉啊 顾若晋啊 这姑娘啊 正手也不错 还是不够放手 就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开搏 你说的意思就是搏纱需要一搏到底 不是说你前面搏 你后边就保 是吧 你一搏到底 必须有搏纱的这种精神 内心要能够完全的 想通 对 它是搏着搏着 凶着凶着 又稳了 稳下来了 一看有希望就稳了 所以搏纱不是那么容易的 打这个没有道理的球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是需要水平的 需要能力的 其实是没有道理中的道理 还是具备一定的道理 它的水平的实力在这儿 相对凶狠 对 五学校 imposs欣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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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比6 加油 劉诗文 加油 劉诗文 劉诗文在反手相持这个环节当中 他的这种内容 他的变化 他的旋转节奏 还是要高于顾热臣 所以他在反手相持的时候 一是非常自信 二他落点 他有中间 有反手 然后有转 有轻 所以顾热臣呢 还是要多使用自己的正手 用正手来进攻 漂亮 漂亮 这个球啊 这个刘诗文保守了 对吧 第一板斜线你看 想要变了 但是已经拿两个斜线球了 对吧 变晚了 现在这个时候都在加保险 你们看现在的出手 都加了不少保险 好的 这个节奏非常好 刘诗文的反手 这个节奏 这个节奏非常好 你顾热臣的这个反手的变化要多 对 他有旋转 老道嘛 他旋转比他强 对 老将就是打的经验嘛 就是老道嘛 对球的一种理解 该凶的时候 该凶的时候 该中的突然清了 就是老道嘛 处理球是很成熟 好的 这个球漂亮 你看这个球很巧 没有发死力 而是拉了一个中键位 这个球呢 基本上也就是死球 因为很难防中键 这个球打得很聪明 小心哦 这个球发严密了 还是出他 刘诗文拉得太正了 这个球 太正了 对 拉得缺少什么呢 缺少 要么你再快点 要么你再慢点 突然性 突然性 你这球拉得就是太平淡 对 太匀速了 对 太匀速了 而且落得也不好 正拉的反手位 好 看看刘诗文 这个发球权 11比8 着急 这个球有点着急 这样11比8 顾尔诚 搬回了一局 双方在这第一场 单打的较量当中 前两局打成了一平 也是8比11 也是这个 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看起来两个人 还都是有犯错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呢 这个对于小将来讲 今天总体 我觉得还发挥的 比较正常 打出了自己的应有的 这个水平 那么我觉得的话呢 他总体要跟刘诗文打呢 需要更加的放开一些 出手的时候 更果断一点 现在出手 我觉得稍稍还是有一点犹豫 或者是有一点保守 所以呢 在出球的质量上来讲 如果你不能够给刘诗文 造成很大的压力 那么刘诗文的变化比你多 节奏比你多 那么你就会很难受 会被牵制打 所以呢 我觉得他对小将来讲 还是放手一搏 尽可能达出自己的速度 和旋转和力量 那么对于刘诗文来讲的话呢 他被小将在拼 那么自己呢 要发挥自己的特点和特藏 是吧 那就是他对整个球的理解 局势的把控的能力 没错 关键是把控的能力很重要 观众朋友 您听到的是邓雅萍 为您带来的总决赛 现场的这个评论 我刚才看了一下双方在第一阶段 交手的这个比分 刘诗文是打到决胜局 8比6赢的顾热成 也就是说顾热成 还是很接近 打刘诗文的球呢 他还是有机会 有希望 从今天的球看来是有机会 看谁能够更能把握住 到关键球的时候 漂亮 没第二 其实刘诗文在多拍的情况下 他要好过于顾热成 是的 他的整体实力 对 所以呢 他尽可能给他打到多拍去 好的 刘诗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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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热成的发球看起来还是不够严密 经常漏 这个球刘诗文加质量之后 顾热成想侧身 顶着他 一拉手 这球就在板边了 一拉手 是吧 这球就在板边了 超级联赛 总决赛 第二阶段 女子团体冠军的争夺战 是由武汉安心百分百 对山东鲁能 这场比赛呢 是在安徽 合肥 金种子体育馆进行的 向外 我跟您聚集一下 神明的联系 发球的时候 是保持安静 好 谢谢 5-5-3 好球 顾尔晨充分地需要发挥自己的 这个正手的跑动能力 连续进攻 你看他的这个风格呢 就有点像这个冯亚兰 他正手好 正手能够全台进行强攻 6比3 这局啊 我觉得刘诗文 打得更加技巧了 对 更加积极一点 对于这个顾若晨来讲 我觉得呢 有点保守了 刚才第二局拿下来以后呢 看到点希望以后呢 保守 保守呢 质量一下降以后呢 他实力他比 他对不过他 他从整体实力来讲 他对不过刘诗文 他也是一种规律 就是说他在第二局拿下来之后呢 这个人呢 对困难的这种准备啊 就有些忽略了 上来对方的变化 对方的这种进攻 就会加强这种质量和速度 你看这种进攻 所以你看这个球 对于这个顾若晨来讲的话呢 他不能打阵地战 他不能给他打多拍 打相持 这他不占便宜的 他尽可能是在发挥 前三板的优势 9比3 发球很不严密 经常露台 一露台以后 你前三板就破掉了 加油 加油 啊 漂亮 完全打到刘诗文的套路上 加油 这样11比3 刘诗文赢下了第三局 上次在前三局打成了2比1 这一局我觉得刘诗文啊 毕竟是最顶级的选手 就第二局输掉之后 他很快能够找到对方的破绽 能够加快自己的整个进攻节奏 让对方没有招架的余地的 那种感觉 对 自己呢 现在他基本上呢 知道对手的一个情况 对整个场地的这种适应 我觉得也完全入了这个 比赛的这种状态 那么我觉得打得非常好 只要按照这样的一种节奏打 我觉得应该还是 没什么问题对于这场球 但是对于小将来讲呢 过程我觉得要好好地去总结 那么既然第二局能够拼下来了 第一局呢 也还不错 在领先的情况下 结果打到这个8比8 输掉了 那么第二局 赢了这场球以后 赢了这局以后呢 第三局打得怎么就 就完全差得这么大 完全没有打出自己的鸡蛋数 就是好的运动员 他会很快地应变 知道你对他的一种激战术了以后呢 他也要相应地再去变化 但是对于小将来讲呢 显然这种能力稍稍弱了一点 而且呢 我觉得呢 他千万不能想 我怎么想要把这场球赢了 而是他不要想赢和输这个事 而是要把自己的球 全部要发挥出来 就是有更多搏杀的 这样的一种念头 就是打一些没有道理的球 不讲道理的球出来 就是质量更高 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 对 漂亮 平超联赛总决赛呢 是连续进行三天 从12月的29 30 一直到2016年的最后一天 就是今天的31号 那么男女团体 在第一阶段前四名 在前两天呢 分别进行了四场半决赛 今天就将产生 男女团的平超的冠军 从10月23号 出风 台湊 桑 林如,小西会 没有 mitä 输算 Mara 一 巴 那 二 osit 育 一 输算 输算 好的 对于库若纯来讲 敢于出手 敢于打一些冒险的球 比他原来要凶狠一些 这样才能博得到 还有就是要调动刘士文 刘士文要打动他 个子比较矮小 所以要把他的正手这边 调动 大角度调开 对了 你看这一出质量 刘士文他不大站得住 这才能够出一些机会 对于小将来讲 跟高水平的一点 明显比他实力高的人 一定要发力不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多发力 打一点看似比较冒险的球 但只有这样才有机会 其实还是挺有把握的球 三点 不能保守 保守这场球肯定输 那么这两天呢 也有来自全国各个方面的 热爱乒乓球的球迷朋友 来到安徽的合肥 包括到了运动员 所居住下榻的酒店 在那个酒店的大堂里 就等着这些运动员 回反手 对了 二比四 加油 加油 有志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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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志文 金金银 加油 加油 有志文 加油 加油 今天这球啊 小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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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确实值得 或者是说 有得一拼这球 还是有希望呢 还是看看他足够不够胆量 对 看看这局 能不能脖子出来 关键第四局 顾热辰能不能打出优势 三比四 三比四 加油 有志文 一志文 加油 加油 有志文 3比4 好球拉的 这个球拉的很巧 拉一很轻很短的球 这样的话 顾若晨就没跟上 这个就是 一个好的运动员 对比赛的这种阅读的能力 该轻的时候轻 可能有时候反达一些逆思维的一种球 这个都是 对于球的一种理解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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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顾若晨叫了暂停 山东鲁能这个队伍 在拼超联赛当中 曾经5次 夺得冠军 分别是05 08 101 14年夺得拼超联赛的冠军 而且这次呢 朱雨林一记绝尘 在这个单打排名 胜率榜上的高居榜首 一直排在第一位 和第二名的胜场 胜负率 相差着六个胜场 朱雨林是31胜 二负 刘世文是25胜 七负排在第二 女子的拼超联赛呢 我们知道也走过了很多年 从95年开始 赛会制到联赛制 其中有很多队伍都获得冠军 比如说像江苏无锡山河俱乐部 曾经在96 98年 1999年 三次无锡山河俱乐部获得冠军 北京 北京的俱乐部也曾经三次获得 女子拼超联赛的冠军 加油 朱雨林 4比5 漂亮 典型的一个发球抢攻 这就是搏杀球 真的是 而且胆子很大 开场的直接侧身反 而且这板球 刘世文拉的接的 质量还是很高的 质量很高的 所以他照样 你硬碰硬的这种强势进攻 漂亮 第四孫 R válas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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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ro 加油 这个自己叫完暂停 顾尔臣好像突然有一点乱了 或者说就像邓雅萍刚才讲的 小将呢 他在对这场比赛的这个认知度啊 就是说他一开始是搏杀的 但是打到后面你看又开始很小心 是吧 慢慢他就变得处理球过于谨慎 六比七 中期啊 看下来这个顾尔臣打球不够严密 你看老漏 从发球开始就经常漏 基本上都是出台球 打球的目的性还不够 还需要再精细一些 他往六比七 关键球啊 这个球是个关键球 漂亮 七比七 双方在 第一次交手啊 在拼超联赛第一阶段 也是打到决胜局 看看今天啊 还能不能再 两人拼到决胜局 现在第四局是打成了七平 其实在所有技术当中 揭发球是难度最大的一项技术 你比如说这个揭发球 他揭的就完全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 就很差 这个质量真的很差 真的很差这个质量 不够专业 就是感觉一定要控制 一定要控制严密 不掉他一分 这个揭发球 八比七 打到八比八 还有机会 九比七这个球就很难打了 不掉他一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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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文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10比7 刘世文 刘世文 加油 刘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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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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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文 刘世文是前国家队队员 他也是世界大学生的单打冠军 那么他组建这个队伍呢 今年是第二年 第一年打了亚军 这个姚敬文呢 我记得在去年的这个 拼抄的颁奖仪式上 留下了激动和无味杂陈的这个泪水 因为他带队伍转型 当教练不容易 他自己肯定心里最知道 是 那么今年我们看到 武汉安心百分百这个俱乐部 在姚敬文的带领下 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决赛 那今天也是他们最希望 能够夺取冠军 拿到冠军的一个时刻 看到这个男女团的 冰超联赛的冠军奖杯 就在现场摆着 他们分别叫龙杯和凤杯 我刚才也专门拍了张照片 10比8 我们继续来看刘世文的赛点 这样刘世文正手拉球得分 11比8 3比1 拿下了这场比赛 为武汉安心百分百 先拿到了第一场的胜利 我们请邓雅平简单点评一下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接着回到平朝联赛的 联赛现场 我觉得这场球呢 这个刘世文赢呢 是打得很好 也属于正常吧 我觉得总体 他的水平是在对手之上的 那对于小将来讲呢 我觉得 这场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